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这种状态要予以打击并纠正 而且要获取实惠 春秋初期的时候 第一个挑战周天子王权的 不就是郑国的郑庄公吗 那是先祖时代了 现在郑国国君天天就胜算命了 今儿跟他 明儿跟他 后我们跟谁啊 这此起彼伏 此消彼长 他想来想去 也没想到情过 对他冷落 是因为你是西北塞外之人 那看不上你 所以对他有些冷落 不那么热情 这股子东进 难以实现梦想的怨气 下意识的 就发到了郑国身上 郑国不容易 春秋时代那些小国都不容易 除了霸主们创下辉煌以后 这些霸主在位的时候 以旨弃使 可以指挥天子 号令诸侯 秉承着尊王攘仪的大旗 号令天下 那威风大了 可一旦这些霸主撒手而去 霸业如何呢 反正就是此消彼长吧 你方唱霸 他登场啊 那么在这些霸主 他们轮番登场之间 夹缝里的小国 你比如说郑国 陈国 曹国 中国 曾国 隋国 好些国家在这里边 果乎果乎着 就果乎没了 怎么果乎没了 就被人收编 兼并了 春秋征战 杀人不多 兼并的也并不猛烈 但是这个现象一直有 赶到战国的时候 就剩了七雄了 杀人 赢你 那状态就变了 今天秦木工人好要偷袭郑国 主要是要给他以教训 并不是说一次去 必须把这老坟给拔了 老窝给端了 老城给拆了 没这样 就因为他手术两端 你不一会儿进啊 一会儿储啊 你歇会儿能不能冲秦乐一乐啊 那这不就跟我别扭呢 后顾无忧 西边已经被我收复了 可以说这么一收复西边 那经济实力 整个的统一管理 秦木工已经使得秦国国力俱增 摩群擦掌进不了中原 拿这小哥几个练练手吧 叫这么 是兵发郑国 但是有把握没有 百分之百的把握谁也不敢说 这打仗 瞬息万别 但是心里有点不 有内线 爆来了密探啊 说最新消息 是那个郑国国都守城那个 有一个城门 管要是那 那是咱们人 哦 想起有这么一段 当年好像是帮郑国什么什么忙 人家就把他留下了 现在混得成门关了 成门柜搭管 四座城门 开一座咱们就进去了吧 还用四门都打开 有一门咱就出了进去了 对对对 这一路上可得多加谨慎 他这嘱咐好了 结果没想到几位老臣都拦阻啊 说太小看 首先这一仗打得不仁不义 为什么这么讲 你是趁着晋国有了丧事 你来偷袭郑国 前一阵子 郑国国君不是写了保证了吗 给晋文宫写的 永远忠诚 绝不叛反 大概这意思吧 这会儿晋文宫刚刚离世 晋国新军登基 政局不稳的时候 这要是偷袭郑国 您以为这光明吗 晋文宫一听 我管了那么多吗 不能都按中原理一来 按中原理一来 那楚子还称王呢 他早就见号了 我凭什么 那么听他们话呀 再说了 郑国那会儿是因为进攻在此 我对他高看一眼 进攻不在 回见不得 非得抢夺这个果实 人家简叔拦不住 只能是站在大队之前 放声痛哭 我好好看看你们 恐怕这一去 就再也回不来了 哭得秦木工好像把他埋了 当时这博战大弄 你 你这老朽 你今年已经有七十多岁了吧 你应该头十年 就安卧于地下 到这会儿 你坟上的大树都长一捧之粗 你怎么在这胡言乱语啊 好嘛 真恨你 这都哭丧一样 老头解释 我不是哭大军 我哭我儿子不行吗 这三位主帅呀 有两位 都是这老人的心进宝贝 您比如说 孟明氏 西启竹 白以炳 孟明氏 就是白里西的儿子 简叔哭他的儿子 哭西启竹啊 我不哭大军 哭我儿子不行吗 你哭谁也不行 这还没等出军呢 你这嗷嗷嗷嗷嗷嗷的 这咋行 秦木工啊 真就想把这俩老头打发走了 尤其是这简叔 哭得最凶 那腿脚不好 蹦得还挺高 这跳着脚哭 多讨厌 你快走吧 几个孩子给劝走了 甭管是叔叔大爷的 叫爹的 叫先生的 你快走 别这儿哭了 老头真难过 但愿上仓有眼 保证你们能回来 记住了 掏出小地图画好了 画那圈帕之上 上面标得清清楚楚 小韩之故可得留审啊 小韩之故是哪啊 就是小山跟韩古关啊 古来兵家必争之地 就在现今 陕西省长安一带 到河南洛阳之间 此地有两处险碍 韩古关 小关 这小山在什么地方 就在现在河南 三门峡市境内吧 反正这一带 谁站着 可以说这一夫当关 万夫莫过呀 就这么险军 你们如果偷袭郑国成功了 也得打这回来 只要从这条道一走 我的儿孩啊 看这仨少年将军 此地两风夹一钩 大队人马得担纵而行 可得加小心 这简书 简直是读万卷书 走万里路了 读那么多书了嘛 反正过去那一卷一卷书 没少了看 一滴一滴的 他也没少了 走走转一转 至于百里西放牛去地更多了 连连点头 此地可得谨慎 嘱咐完了 几位走了 好吧 刚到半路上 离郑国的国都还有一段距离 就被牛群给拦住了 这群有多少头啊 大概鸡拿眼睛扫了扫 还不得五六十头啊 那鸡就碰鸡就 闷闷叫 急急查查 把路给拦住了 有人来报 前面有人 要给咱们 为老远师 给这三位年轻主帅 吓一跳 咱远道偷偷来的 这眼看 就等一声号令冲 往上抢着打了 被牛给拦着 这牛干嘛的 为了谁让来的 您见见这使者吧 不大会儿功夫 进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 这个人身体很魁梧 也就三十出头的样子 浓眉大眼 满面堆笑 别看穿的是放牛人的衣服 但是很懂礼节 见面抱万兵首啊 我这一身打扮 是来不及更换 有礼貌的官衣 只是没想到半路 就碰见三位大帅 是奉我家国君之意 小人 性贤名高 我是奉国君慰问之意 所以啊 就把我养的这些牛都送来了 我家国君早就听说 是贵国要带君由此路过 远路征战 秦政视为友好之国 我家国君不能说装作看不见 可是因为你们来的匆忙 我们也无暇准备 国君说就让小可 将养的这几十头牛送给大君 让你们吃一顿好牛肉 另外呢 国君还说 如果您要想住在郑国 国都之外 我们只给您预备了 两天的粮草 不知来了多少人马 应该够吃够喝了吧 如果说您要是不打算住 今天晚上在这稍微的 打的尖吃吧的战饭 接着往前赶路 我们还给贵君准备了一份博礼 给您送一部分穿姿 我也都让手下人准备好了 只是您说召见 小可匆匆忙忙 我就先来了 你们往下就吩咐要找穿姿 牛一叫 声音给拦住了 三个元帅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心想这不坏的吗 三个人倒戏口冷气 别看这人说话说的 云淡风轻的 笑容可居 拉家常一般的亲切 这里边暗藏玄机 怎么 我家国君听说 我家国君派我 句句不离国君 什么意思 人家国君都知道了 这谁给抱的信啊 双方都有卧底呀 那看城门的有咱人 咱家国君旁边 兴许也有人家的人 可能是刷碗子吧 甭管干什么的 两方都有卧底 可是这事 这事传得也太快了 如果郑国要是有防备 三个年轻的主帅 对了对眼神 先把这位应酬走了吧 要这么说来 多谢贵国国君 一片照料之心 那这牛我们就收下了 牛得收下 回来礼金 马上奉上 这位养牛的贩子 咸高 转身出去不多时 真就换了身干净衣服 咸得比刚才那一身 正派多了 正常场合穿着来 有讲究 捧着黄金 多少多少两 那会黄金是铜啊 那也当金子用啊 很值钱 很大方 很客气 很黄眼 黄眼啊 黄登登的 还不黄眼吗 断着往里一放 这么点心意 呃 瓜子不保 它是人心的 哈哈 您随便刻吧 哎 就这点意思 这买多少瓜子啊 几杯车吧 多谢贵国国君 这一次我们行军打仗 盔甲在身 就不得进城去拜见 呃 等回来日后 我们再禀报我家国君 再来进行答谢吧 啊 好好好 我们站在路边欢送了 欢送 欢送 下回再见 咸高 带着几个手下 把这几十头牛送过来 挥手作别 这三位一看往哪走 往前走吧 绕过正国 带着这些牛 也不能说一顿都吃了 这一套这乱呐 您想 本身走路是轻轻松松 要么巧是动 怎么 尽量做到 不能说鸦雀无声 不能扰民 这一来牛群跟着 这一来牛群跟着 你管了人管不了牛啊 你人可以不说话 你拦不住他闷闷闷啊 好 这这样 光明行动 谁想不知道都不行 他甭打了 要不咱走前面歇会儿吧 绕过正国 有一段距离了 扎下营盘来 哥仨一商量怎么办 别打了 正国就打不了了 人家有备 咱们这突然一来 人家看着咱们明眼处 人家暗处 给咱一顿包住了 犹如国军之令 不行 那咱回去 回去就带这些牛啊 带这些牛走道慢 不 回去估计这一道吃差不离了 关键是 您就不吃 再把它带回去 这叫什么战利品呢 打开地图看看 还有别的地儿吗 仨人都不一商量 华国可灭 三个年轻人 心高气傲 头一次 国军把 清国之兵 恨不得能交给我们了 让我们带着新军 出来立点军功 我们给人拽回 五六十头牛 这多没面子呀 让人提起来 他不得笑掉大牙 如果要是 虽然罚政务功 从别的国家那儿 取得的辉煌战绩 也可以让我国军 脸面声光啊 对 仨人突发灵感 跟谁也没打招呼 君旗指向 直奔华国呀 华国 河南华县呢 这个字 古音独作古 所以 过去也曾经称为 古国 古县 我们按现代汉语念 就念华国了 华国是一个 很小很小的诸侯国 小的呀 出流一下子 就被他们拿下了 真华呀 一国都给灭了 怎么也要在家底子呀 华国这点金银珠宝 本地土特产 务富民风谈不上 家家有点私藏品 反正看着好的 都算战利品 打了包 炸了车 捆好了舵 往回就赶车走啊 想是顺顺当当的 回去去邀功去 咱们前面说过 左躲右闪也绕不过 萧山 敢到这儿这么一看 带着战马 拦着战车 这会儿一看 这有点傻 这直挺挺的 山风如刃 刷一下 刀尖冲上 直插蓝天 旁边 那石的边啊 就跟拿着神符 给劈开一样 怎么这么陡啊 到这儿不爬山 不可怕 可惜呀 这两山夹一沟 这道并排走 也就三五人 往后边一看 成千上万 还那大车怎么过呀 勉强强 你不能说 未过这道把车都拆了 那怎么行啊 这这消消心心的 擀着这车 勉强挤过去 后边 撒撒凉凉的 往过走 这道可太难走了 此地可得多加 小心呢 要不咱们摇摇牙 跟大伙商量 别素赢了 最好咱们先过了 这处险境 赶到了前面 平川之地 太子平平 松的快快 宽宽苍苍苍 亮亮汤汤了 咱们再扎下营盘 对 还没等传令呢 就听的半山腰上 邦 邦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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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邦 连邦带罗 剑如雨下呀 当时就傻了 这剑 在当时呢 可是一个重杀伤力的 导弹机的武器产品 您可别忘了 刀枪剑戟 一人两人的距离 够得着 再远了 失效了 而远距离进攻 全掌着弓箭 半山腰中往下射箭 射着射不着 放一边 吓一吓一跳啊 二一个 无处躲藏啊 你这个地上 太狭小 没有遮挡屏蔽 大伙积极的 赶忙往那旁边 石头缝到后边躲 大树底下背着 那也好些人 重箭倒地 是乱作一团 有两头没吃完的牛 闷闷闷叫的 更惨了 好家伙 这一片混乱 谁在这撤埋伏 正是晋国的兵马 您别看晋文公顾去了 但是晋国那几位 晋文公培养起来的 三军主帅 他们可没傻 没老 没糊涂啊 早有人预报 说是秦人有动作 一遇罚证 回徒必经小山 报给了晋国新军 这事咱管不管 蓝不蓝是装得看不见 还是任由其所行 咱们日后再找寻他 咱们日后询问 日后询问 晋国国军一天 日后询问 他不认账了 这一次让秦人知道 修作非分之降 老老实实就呆在 那西锤 你甭打算东进 大伙一听 要这么说的话 只有在小山设服 就这样 小山埋伏下晋国的人马 人家是以义代劳 你到郑国去 怎么回事 知道 骗人多少头牛吃了 炖牛肉不碍事 灭了华国 听说了野心不小 三个年轻的小老虎 那小老虎刚出山 他怕什么呀 让你知道 知道老老虎的厉害 晋国的雄军 就在此处是 严阵以待 以义代劳 一冲而下 十之七八被灭呀 哎哟 晋国这些人马 是失机如山 还好 西启竹 白衣 丙 孟明氏 这三名年轻主帅 是黎德白衣鞋 逃回来的 那些战利品呢 华国的特点 特色 所有的特产 蒙特三特 都归人进国了 人家进国呢 截获了秦人的战利品 齐敲鞭凳响 高唱海歌旋 人家回去了 这仨主帅回来 心想怎么活呀 见到秦穆公 主动请死啊 充忽意料的是 秦穆公啊 居然没有责怪 他们仨人贵呢 是羞愧难当 年轻啊 面子矮啊 痛哭失声 愧对国君 没想到秦穆公 比他们哭得还惨 为什么 秦穆公认识到错了 当年人简叔就说 此地有福 我还咒骂人家 说坟头那树啊 太细了 早埋十年 就更聪了 现在人家说对了 不仅惭愧自己 没听到简叔的劝告 而且也让三位年轻 血气方刚的将领 遭受人生挫败 秦穆公人好认为 这都是自己的缺点造成的 所以他哭得更伤心 各横框 赔了本了 你想秦国好容易训练出来 这些优秀的兵马 大部分都舍得小山了 于是扶起三位年轻人 一通自作呀 不赖你们都是 为君不明 才有此败 此败为辱 秦人莫忘 我要去祭奠那些将士 就这样 秦穆公 特意跟随众人来的小山 他要亲自祭拜呀 一看 好 山谷 都快被这尸体给堆满了 那大道 早已不通 尸体堆起老高来 有人建议 应该拿土把它封上 你这一个个掩埋 没有这个人力 也没有这个时间 干脆就拿土封上 为之小封吧 秦穆公早已是准备了一篇 长篇祭道死 打完复稿 这烂熟于凶啊 就在小山山口 焚香叩拜 起告上苍 痛哭流涕 自臣己罪 秦穆公哭失 把所有失败的责任 都承担在自己的身上 这绝不是仅仅的一种 简单的政治态度 更不是秀给谁人去看 这是打心底里 认识到了错误 一个志在天下 志在中原的西方霸主 要想往前前进一步 是万难千显 而这一次轻易的出兵 带来的挫败 对自己的元气 对自己的信心 那是多么大的打击 但是要从失败处站起来 这可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君王 能够轻易做到的 如果连认错都不敢承认 那还有什么希望 正因为秦穆公 有这一番认罪 忏悔之情 感动了所有的随从的将士 甭管是老的小的都受到激励 尤其这是三位主帅 在后来的几次对外战争中 这三位年轻的主帅 虽有败极 但最终大败禁军 让秦国人扬眉吐气 他们固守住了统于西荣后 秦人的疆域 秦穆公终其一生努力 也没能迈出关中 后来他想明白 既然出不去 我就守好家底 把这走出中原的愿望 留给我后世子孙吧 秦穆公独霸西荣 终其一生也未能东进 后世史家 之所以也把秦穆公 列为春秋五霸之一 就是因为他巩固了西锤 丰富了中华的版图 二一个 历经图治 这种人格上的胜利与魅力 激励后人 再说客观上讲 他也确实冲不出来 他冲不出来 有人不服气 按下秦穆公 秦国不说 再说 南方楚国 楚国人早已是 信心满满 胸怀大志 心想我们是火神的后人 我们是火神之后 岂能 偏安于南方 楚国不容易 最初的时候 封为子爵 为什么我们在前文书一提到 秦穆公 冰沉汗水的时候 是楚子 楚子 那么叫啊 这不是说人家是小辈儿孩子 不是那意思 是公侯伯子啊 但是 楚国国王 他们是剑号而成 刚开始说西周初步分封 他不在乎 有一位 在周立王时期 就想封王 而且不光封自己 仨儿子都封王 一家一家四个 四王 周立王急了 周立王啊 杀谁都不展眼 专利天下那位 说谁在背后议论他 他都斩了 闭嘴不许说话 后来有人劝他 说防民之口 剩余防川嘛 说的不就周立王吗 说您堵着大伙嘴 不让说 大伙有点埋怨 牢骚也不让发泄出来 会憋在肚子里边 砰 你说怎么办呢 周立王说 怎么办 甭等他砰 我给他咔嚓 就这么意味 周立王对自己的子民 都敢动手 何况 是远方的难瞒呢 所以带兵征伐 这一下把楚人吓着了 主动撤去了王浩 但是称王之心 从不曾泯灭呀 但是后世 每一代楚国的君王 都想见浩称王 他们早有名言 祖先留下一句话 咱们是火神的后人 祝容供高高的 那咱们祖先 我们秉承火神之意 要光照天下 迟早一天 要兵进中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